恩典36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恩典里面 在我们的信仰的历程当中 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是一位过去的一位教父 一位非常被神所使用的一位属灵的教导的人 他说相信在先明白在后 成为一个基督徒很多的时候 你要不要回过头来看 当我决定成为一个基督徒 我愿意信耶稣 我决志 我愿意受洗 其实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不明白的 但是并不表示真理 耶稣基督神所做的事不合理 不是 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不明白 但是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 越走越走越走 就如果你认真的读圣经 参加聚会 过教会的生活 你会发现 其实去年这个时候 有一些东西 我还真的是一直过不去的 今年突然懂了 你就过去了 相信在先是因为相信是入门 入门 但是当你入了门之后 你就突然什么都懂了吗 没有 入了门之后 你就有机会越来越懂 越来越懂 越来越懂 只有祖师 好像我非常喜欢看经戏 这个在北京的经戏 我很喜欢看经戏 但是如果你从来不看经戏 你永远不会懂经戏 可是有一天你开始走进剧院 你开始看戏了 你就所有的经戏都懂了吗 你还是很多不懂 但是你只要持续的看下去 你就会越来越多懂它 你会发现 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看 为什么那么多人 比如说我不会打篮球 所以我不懂得 为什么有那么多男人喜欢看篮球赛 怎么那么好看 我看不懂 可是如果我从来不坐下来 耐着心的去看它 我永远看不出其中的那个有趣点在哪里 我求神帮助我们 你不一定要喜欢看经戏 我也不一定要喜欢看篮球赛 但是我们只得花时间去认识 这一位又真又我的神 耶稣在最后的晚餐里面说 我们中间有一个人用脚踢我 他在预言一件事 他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耶稣 可是他后面说 他说如今这个事情还没有成就 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 但是我先告诉你们 你们将来会发生 其实门徒听不懂 我们中间有一个人用脚踢主 是说主他要做什么事情 对我们会有吗 所以他们后来问说是你们 是你们是吗 就是他们搞不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主义说是 我讲的这件事现在还没有发生 所以你们会觉得很奇怪 但是我预先告诉你们的目的是什么 到有一天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其实门徒们不晓得 这件事情很快就发生了 几个小时之内就发生了 犹大就真的卖主了 但是耶稣说 等到这个事发生的时候 你们回想起来 你就说 真的耶 耶稣说了这件事 他不是就讲了 原来现在发生的这件事情 就是讲的犹大要卖主 他们就说 哇 他真的是神的儿子 他真的是耶稣基督 真的他什么都知道 根本都还没有发生的事 他都已经知道 我要奉主的名祝福你 在上帝的恩典当中 跨出信心的步伐 然后你入门了 你真的就会越来越多认识神 越来越多发现 过去我觉得我想不通的 我就真的就越来越明白 越来越认识 他真的是那一位独一的真神 我就是在这一位独一的真神 他每次都还要帮忙 我就是想要帮忙